根据自测会的调查统计 台湾民众在实体店面购物占55% 其余45%都是上网购买 且每个月平均两次消费金额约新台币1050元 至于在2016年从中国网购进口的快递货物件数为1800万件 去年增加1300万件增幅高达七成 显见台湾民众网购中国产品已越区频繁 农委会担忧恐成为防疫中国非洲猪瘟的漏洞 为阻绝非洲猪瘟及其他动植物疾病 藉由跨境网购入侵台湾 农委会5号接同中国电商淘宝 以及台湾网购平台成立非洲猪瘟防疫联盟 对网购跨境肉品加强管制 且是长久性的联盟 并非只针对目前对于非洲猪瘟的防疫 尽管淘宝网并没有派人员出席 不过农委会强调淘宝网已经建立屏蔽措施 台湾民众要购买中国肉品并无法成功下单 淘宝网你虽然说在淘宝网上面 可以看得到他们有肉类产品的一个广告 可是当你要下定的时候 那个自动会跳掉 也就是说它是依地址 就是你的地址 如果采购的地址是台湾的话 它自动会跳掉 它不可能会成交 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 台湾的淘宝网这边的话 已经协助我们把这个地方已经建过起来 事实上根据现行法规 民众不得透过网络平台购买疫区肉品 否则可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送办 事情皆轻重 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病科新台币300万 或者是除5万元以上100万元罚还 至于从非疫区购买肉品 虽然法规没有禁止 但也必须申报 农委会考量中国非洲洲温疫情 非短时间可阻绝 因此近期已着手修法 未来不管是疫区或是非疫区 网购跨境肉品将全面禁止 中央广电台记者陈林信鸿报导